做几个部分 也就把刚刚的这个 这个是用以Sale里面的函数 总共三个函数 那我要把它变成 聚集的话我想大概就不做练习 因为聚集的话理论上太简单了 而且其实也没有 实际上我发现将来 如果你会写VBA的话 录制聚集可能做到的机会就比较小 所以录制聚集的部分 请各位自行练习 你就再复制一个工作表 Ctrl键 拖拉加Ctrl键 然后就复制一个把它改名好了 这个要聚集 那一个叫VBA VBA里面的话大概就做几件事情 跟那个上个礼拜的部分差不多 三个按钮 加上一个制定函数 那我demo一下 首先第一个 瓜户自串底线公式 输出的话这个就公式 也就把刚刚的公式 直接丢到这个储存格 第二个是清除 把这里面的资料清空 第三个的话呢 瓜糊自串没有公式 直接输出的结果 就不是有公式 而是最后我们得到的结果 直接把它丢过来 所以一二三个按钮 那再来最后一个是方选 制定函数 使用者定义 我们自己用VBA写一个叫 瓜糊自串函数 我只要给他一个资料 他会给我结果 我直接怎么办 点两下 这样子就大功告成了 大家可以知道我在做什么 当然如果你把VBA写好 你工作就轻松了 因为你以后要不就是按按钮 要不就是插入函数 找到你的你写的那个函数 那这件事情呢就结束了 尤其是你那个资料量越多的话 哇 你会发现越方便 按一下 啪啪啪啪啪 甚至哦 你可以把一个找上的所有事情 全部都串在一起 写成一个自动化的一个VBA程式 那你很快就可以有个结果了 你报表啦 图啦 很快马上可以显示出来 你要做决策就不用拖拖拉拉的 真的老板跟你要个资料哦 老板马上给你 待会直接给你 OK 那当然他会觉得说 哇 你真的很厉害 OK 所以特别注意 待会我们主要做这个 这个是VSUB 这个呢 就是Function OK 这两个都是VBA哦 那怎么做哦 待会的话 我们把那个上礼拜的东西 融入到这边 当然第一个 一样是Visual Basic 那把一二三 三个按钮 加一个Function写出来 OK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所以刚刚讲的一二三 然后另外一个是四 就是制定函数 怎么做哦 首先第一个哦 我们把它恢复 应该是这个 第一步的话呢 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刚刚的这个 序值一 复制过来 把它改成VBA 记得拖拉加Ctrl键 就可以修改 OK 那第二的话呢 我们就是一样切到 开发人员里面的Visual Basic 然后呢 把这一段程式写出 总共有一二三 四段程式 OK 那这四段程式 云端白板上面也有啦 所以如果你要参考的话 云端白板也是可以找得到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来看如何撰写哦 我把它稍微移除一下 这个把这个先恢复到 跟你们一模一样的状态 首先的话呢 打开之后的话 跟你们一样 完全没有东西 那该怎么做 一按右键哦 直接插入一个模组 反正将来呢 你要写VBA的话啦 标准动作 请你在你的这一个 这个什么呢 对应的 呃 以色列的档案里面 记得插入一个模组 那模组里面呢 就放两类东西 一个叫Sub 一个叫Function 如果是按钮的话呢 那就是叫做Sub 所以呢 我们会有三个按钮 所以三个Sub 那怎么写哦 首先的话第一个 呃 开头的话 请你先打上Sub 空一格 后面的话就这个名称 所以哦 这个后面名称的话 我就叫什么 刮胡自创 底线公式 OK 然后就把这个 直接按Enter就可以了 有没有 Sub EnterSub 这样的话呢 我就产生 一个对应的这个哦 OK 所以特别注意 上面叫什么名称 你就对着打 再来的话 制作太小的话 建议是工具里面有个选项 选项里面有个撰写风格 把这个撰写风格的部分呢 把它改到12吧 我觉得比较可能刚好 OK哦 记得哦 工具 选项 撰写风格里面可以修改 自把它放大 再来的话呢 然后我们如果要做出什么 输出公式的部分 上个礼拜有讲过 一 请你先写个回圈 回圈的范围 就是从第二列到第十列 所以你就照之前讲 4回圈嘛 4i等于第二列 空一格到第十列 Enter两下 打一个NAS 这样的话意思就告诉他说 我的范围哦 就在第二到第十 OK哦 接下来的话按个Tab键 Tab的话是输出到哪个储存格 特别最后输出的话先写在前面 所以打一个Sales Sales的话 意思是说哪个储存格的坐标 第几列呢 第i列 因为i的值呢 会先从2开始 再来第3 第4一直到第10 豆铁 输出到哪一栏呢 输出到b栏 OK 等于什么呢 等于就先后面加一个双引号 然后呢 把什么呢 把公式呢 放在这个双引号里面就OK了 但是我上个礼拜有讲过 如果你要把这个公式放到 这一个双引号 你可以把这个公式吧 复制之后 放到这个双引号里面 但是呢要注意哦 因为这个公式里面 有很多的双引号 那会造成什么呢 造成说 它贴过来说 它会confuse 哎 你那个双引号呢 是BBA字 把它当自串用 那你里面又有双引号 它会辨识 不知道说到底是里面的 还是外面 所以我之前讲过嘛 你可以把这一串公式呢 贴到记事本里面取代一下 把一个双引号变两个再贴过来 就不会错误了 OK 这可能是固定流程哦 把它把这个地方哦 把这个公式呢 复制一下 那贴到 当然 你就把它贴到记事本 记事本的话是在哪呢 附属用程式里面 所以你就找到那个 微软的那个 记事本 找到了 啊 这里 Windows开头 W开头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记事本 你就把它贴上 再利用取代嘛 编曲里面有取代 然后一个双引号 变成两个双引号 全部取代就OK了 取消之后呢 把这个复制 再贴到刚刚的那个 VB 这把它取消一下 不然你卸不过去哦 再把它贴到这个双引号里面 这样子的话呢 就OK了 那再来的话呢 当然你现在 做完之后再做个按钮 或者你直接这边执行的话 你先执行程式的话 这上面有个执行 你会发现 哎 奇怪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 为什么 其实是有的 只是说呢 因为你的那个 公式里面呢 这个A2 A2 这边总共有四个2 你必须要 随着它的 往下的话 自动变成加1的 有没有 2变3 3变4 所以呢 再来一个步骤就是说呢 我需要什么 把这个公式里面的2 A2 后面这个2的列数 把它改成I就可以了 那特别注意哦 这个 这个是一个字串 所以你要把这个数字呢 变数放在这个 A2的2的位置的话 记得哦 你不能直接把它改哦 上一周有讲过 那要把这个变数加进来的方式哦 其实你可以记个口诀啦 好像讲过还记得吧 一请你把那个利号悬起来 二的话算号两个 移到中间 这个步骤的话 意思就是把原来一个完整的字串 切成两个了 OK哦 再来的话 and的两个 意思就是说 我要在中间放东西 所以用串接符号 再移到中间加一个I就可以了 然后把and的前后加空白 这样OK了 这个怎么做 一样嘛 背口诀哦 选取两个双引号移到中间 and的两个 再移到中间加一个I 然后把and的前后加空白 这样OK了 一样的动作 这个再做 所以要做四次了 所以比较聪明的办法 甚至你可以把双引号到双引号复制一下 直接贴到这里 如果你够熟练的话 这样一次就OK了 这样的话执行一下 那OK之后的话呢 把它执行 就完成了 再来一个清除 那清除怎么清除 特别之后 把这个复制一下 sub到sub 底下的话 你就直接把这个sub的名称改成清除 然后呢 特别注意哦 你直接把这个后面本来是丢那个一个公式到储存格 你把这个后面改成什么 改成两个双引号就可以了 意思就是说 帮我把那个哦 没有资料呢 放在储存格里 意思是说清除的意思 所以哦 知行 这些全部不见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空置串 把没有东西放在这里面 它就全部清空了 OK知行 这个是清除 OK 这上个礼拜应该有做过啦 只是说 你必须要把它熟练一下 那画面呢 再还给各位 我把重点回一 插入模组 二的话记得哦 打上那个sub 然后空一格 哦 加上名称 好了 画面呢 现在还给各位哦 OK 所以哦 程式如果你要写得好哦 基本上呢 除了要会 哦 之外哦 还要一点熟练 如果你会但是不熟练哦 等于也是不会的 OK 这一点可能要特别的注意哦